这样我是格勒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只好看的天使姐姐 她送给我一根烟花和一片翘翅 告诉我只要用这个翘翅飞到足够高的地方 我就能去天堂参观 那么事不宜迟 就让我们赶快来试试吧 起飞 这个高度差不多了吧 冲牙冲牙 这里是哪里 怎么一片漆黑的 我怎么背不上去了呀 原来是装的地板了呀 在天上的地板 应该叫天花板还是地板 好大的空倒呀 这就是天堂吗 这草看起来比主世界的绿好多呀 肯定是因为空气没有污染吧 但是 花花呢 漂亮的花花呢 没有花花怎么能叫天堂 看我飞到最上面 诶 果然都在这里 哇 这景色也太好看了吧 我都想在这一间家了 嗯 天使姐姐你们在哪啊 哦 好多鹦鹉啊 在这种地方长大的鹦鹉 应该不会像主世界的鹦鹉那样 模仿怪物教吧 又想起来在热带丛林 被鹦鹉教之辈的恐惧 哦 熊猫先生你们好呀 还有小熊猫 这也太可爱了吧 哈喽哈喽你好呀 呜 还会打滚 这是在向我打招呼吗 哦 好想把我一直回去啊 三 二 一 我跳 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 要是能遇到天使姐姐就好了 飞呀飞呀飞飞 哦 我刚是不是眼花了 刚刚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吗 难道说 这就是MC诞生熊猫的真相 完蛋了 我好像发现了了不得的真相 我会不会被灭口啊 啊 该回家咯 妈妈告诉我们出门在外 要准时回家哦 好的 从现在起 我就是从天堂降临到人间的天使了 大家请记得叫我天使可乐 那么去过天堂后 我们该去哪里呢 没错 就是第一 不好意思 说错了 是解海底村庄 一个天上一个 谁底下简直太般配了 哇哦 这也太漂亮吧 竟然是玻璃做的 而且居然贴着海底身体 说吧 村民们 你们和守卫者 达成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 好长好长的隧道啊 话说我要是不小心 把玻璃打碎了 会发生什么 哎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 还是算了吧 这是 把远古守卫者拿来当宠物了吗 哈喽哈喽 你好啊 我只是来参观的 能不要打我吗 嗯 是个听不懂人话的家伙 溜了溜了 居然还有建在海里的小木头房子 一会就可以来这里睡觉了 哎 这边这只怎么 好像卡在墙里了呢 我改 我改 叫你的朋友刚刚凶我 好啦 那么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解说 喜欢小伙伴 点关注可乐 请您喝可乐呀